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慣例都會回顧前瞻 我一向對於這些循例的回顧前瞻 興趣不大 而且2018年真的佛膳足塵 如果你要回手去看過去發生什麼事 無論是在香港或是中國大陸 都令人搖頭嘆息的事情是多 我唯有看前看 鄉前看不會讓人看到很大的希望 2019年將會發生什麼事 我相信中美貿易戰持續 香港可能很多核心價值越來越沉淪 然後跟著中國大陸有很多問題 隨著經濟的下滑 或者中美貿易戰即使過一段落 中國也好 美國對中國的鉗制 會令中國經濟一直都很難發展起來 所以也會有很多事 可能會對於中國人來講 甚至對香港來講 更多的打壓和鉗制 隨著經濟下滑 因為要鞏固權力 而一直都會發生 所以我對2019年相對比較悲觀 有些事情在過去因為太忙 太多事發生 我會有一個很細緻的評論 有一位北京大學畢業生 已經失蹤了四個月 這位是一位女生 叫做岳欣 其實我也有好幾次 都想在這個頻道裡面 去講講關於這位在網絡上的 最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 一個左翼青年 他已經失蹤了四個月 他是一個很年輕的 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 其實說馬克思主義者 我想香港很多的觀眾 甚至大陸很多的觀眾 都會打從心底裡面笑出來 香港人也叫做左膠 曾幾何時 在我讀書的年代 有很多我這一類青年 都自稱自己是左翼的分子 甚至有些人是 研讀馬克思的著作 是非常深入 自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但隨著年齡的長大 隨著年代的變遷 大家都知道 那種很純的馬克思主義 或者很純的左翼思想 其實很難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實踐甚至蠟燭 甚至在中國大陸也是 他號稱自己是 這班共產黨員 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但實際上 無論是在社會的政策 經濟的政策 政治的政策 或者個人的操守 個人的表現方面 跟這些理論相差十萬八千里 這位岳恩 可能是起因 因為他投入深圳 街市工人的維權運動 在2018年8月24日 他在維州被公安帶走了 包括他一班同志 幾十個左翼的維權者 然後公眾一直都沒有這個岳恩的消息 這位同學 其實他的背景都相當有趣 或者挺值得拿出來討論 他出生在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 其實他在北京大學畢業之前 其實他有機會去到美國的密蘇利大學 新聞學院那裡讀碩士 但後來他放棄了 他放棄了之後 就應聘到一個獨立媒體做記者 但還未入職之前 因為他是信復馬克思主義 當然他作為一個中產階級出身的天子嬌子 當他入到北京大學 其實他也不太覺得自己的階級出身 對社會經歷和他的信仰相差很遠 於是他隱瞞了身份 去廣東一間工廠做工人 似乎他出生的背景 他的學歷 他有機會去美國讀書又放棄 而選擇隱瞞自己身份去做工人 其實大家可能在香港 很多人來說都不明白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做 我想大陸很多中產階級出身的 這些獨生子女 天子嬌子 都可能不知道他做什麼 很明顯跟他的信仰有關 要跟工人階級站在一起 他去了工廠 沒多久就知道 在深圳街市科技公司工人的租源 因為這間工廠很多次都被投訴 有投訴說工人的權益受到侵犯 而且也有很多違法行為 包括強迫工人超時加班 嚴苛罰款 非法調動優價 欠公積金等等 於是這班工人 是組建了工會來維護自己的權益 但是街市的資方 就否認工人的指控 而且當時工會幾乎 在成立與未成立之間 因為當時在深圳的工會 官方的工會 其實裡面有些人 同情這班工人 給他們一個建立工會的渠道 但是最後當然受到鎮壓 連這些官方工會的負責人 都被調查被打壓 後來5月開始籌組工會 這個工會被不明身份的人 進來打他們 工會幹事 有些事事工人被開除 有些參與工會的人拒絕被開除 要求復工等等 就受到來自不同的 中國各地的一些 青年自發組織去聲援他們 呼籲釋放被捕的工人 這個岳恩最後 因為看不過眼了 真的要下去了 於是就趕去深圳 去聲援這班工人 接著就有不少的 來自中國各地的 和他想法都比較一致的 左翼的青年來到深圳 加入這個聲援團 他們大概都是二十多歲 有些是讀書 有些是畢業 有些可能會繼續去讀碩士等等 例如北京大學 北京語言大學 南京大學等等 這位二十二歲的岳恩 入了北京大學之後 前二十年是可以這樣說的 是無憂無慮地過活的 因為他是中產階級的家庭出身 他讀高中的時候 就開始看自由主義的 著名的南方周末這份雜誌 而且也是公稿的 對於新聞自由 勞工 有關於性小眾 同性戀等議題 都是非常有興趣 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 受到南方周末的影響 到2016年的時候 岳恩是讀印尼語專業的 於是去印尼交換了一年 他在印尼這一年 對自己相信的自由主義 開始有點懷疑 他以前是相信民主憲制 後來到了印尼發現 即使印尼有民主憲制 但是社會有很多矛盾 資本主義社會裡面 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很嚴重 於是他的思想就開始慢慢向左轉 在印尼回來之後 就參加了很多左翼的活動 包括一些所謂的低端人口被驅逐 他就幫了義務機構 去整理一些低端人口的數據 也跟同學去走訪很多後勤工人 做調查的研究 以及寫一些報告 關注很多在北京的低層工人的遭遇 而且對他們的不幸和苦難 是有很多深入的了解 以及直接的觀察 他認為是用馬克思主義 做一個理論的根據和武器 才會改變到這個現狀 後來在北大也發生性侵事件 在4月中國的MeToo運動出來之後 有一個校友指控北大名教授 20年前在學校性侵他 導致疑似性侵一個同學 令被性侵的疑似受害者自殺 岳欣跟北大同學聯署公開信 但他受到非常多的壓力 說到這裏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畢竟在中國 如果我記憶裏面沒有錯 民主運動就是 說鄧小平年代西單民主場 那個民主運動裏面不同的人 其實有些人相信西方自由主義 西方那種議會的政治 或者選舉的政治 也有一群以馬克思主義的正統自居 但是他們不由於同地 對於當時 和小平改革開放後 聲稱自己是共產主義的 領導共產黨的領導人 其實都是提出很多質疑 雖然是他們 有些自由主義 有些是馬克思主義者或者左翼 對當前的看法 儘管有很多分析都不同 但是對於 當時的比較專制獨裁的政府 都提出很多挑戰 最後都是受到鎮壓 其實幾十年過去 四十多年 四十年過去之後 其實到今天 你說是否在中國 這些左翼思想回朝呢 我覺得如果這樣說 似乎是太過言過其實 在中國向來都有不同的 例如烏有之鄉 這些無派崇尚毛澤東主義 究竟毛澤東主義 是否真正的馬克思主義 人們都很多懷疑 是否真正的想中國走向 所謂共產主義的道路 人們都很多懷疑 所以無派未必等於 所謂馬克思主義的正統 反而這群年輕人 這群參與這群維權運動 用身體力行的方式 去做維權的 這群馬克思主義的信徒 反而那種想法 相對地是比較順正的 就因為他做了很多調查研究 發現中國走到今天 那種貧富懸殊 那種基層的工人受到剝削 低層市民生活的困苦 例如北京的低短人口 這是最典型的例子 然後有很多工廠的工人 是受到資本家 其實國企那些都可能是資本家 那種無理的打壓和剝削 或者有些外資對他們的 要求他們加班加點 或者對他們的 無論是工作的環境 居住的環境 都極盡剝削之能事 這群青年人 是同情這群基層的市民 一個聲稱 號稱由共產黨領導的國家 其實貧富懸殊的情況 那些基層市民的生活 那種慘況 有些農村出來城市打工的農民工 調低他們的小孩 調低老人家的留守 老人留守兒童在鄉下 非但沒有了親情 也沒有了家庭教育的情況 其實在中國是遍地開花的 只要你稍稍有左翼思想 你都會覺得這個制度是完全不合理的 正正這種思想 對現在的當權者來說 那個挑戰的危害是最大的 所以他們一定會受到無情的打壓 為什麼會是最大的呢 甚至是比他們信西方的議會制度 選舉制度的危害更大 因為大家明白 這群當權者的祖輩 或者父輩是怎麼走過來的 正正是受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思想 影響走過來的 就是當時的馬克思主義 對他們的影響 對他們這群比較純潔的青年的影響 然後用這種思想去武裝自己的頭腦 然後進行一個推翻 就是國民黨腐敗統治的一場革命 如果他們真的這樣 他們的祖輩和父輩這樣走過來的話 這群年輕人 今天受這些左翼思想影響的年輕人 的年紀 其實跟當年的祖輩和父輩 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年紀 其實相差不會很遠的 都是充滿理想主義 充滿激情 而且用這個理論作為武器 然後化為行動 然後在 如果你說當年國民黨的統治 無論是農村 無論是農民城市的工人 受盡壓迫 就好像到處都有火藥庫 只要你稍稍用火去點著它 煽動一下這群人的情緒 他們很容易集結起來 很容易組成一個 推翻政權的力量 今天的中國 其實某程度也有點近似 所以他們對這群左翼的青年 是相當忌忌的 儘管他們的力量不太大 人數不太多 他們對那群無派烏有之鄉的老一輩 即是由紅衛兵走過來的 那群老一輩信無主義的 那群人反而無所謂 他們的能量比較小 他們只不過是懷舊 勉懷當年 在某程度的年代 他們認為廉潔 公平 分配相當好等等 其實這也是 他們幻想出來的東西 他們也不太知道真相是怎樣 但對這群真真正正信奉馬克思主的年輕人 他們認為他們的能量相當大 因為第一 他們年輕 第二 他們是比較理想主義 第三 他們會助言起行 不會只有一個講字 不只是說完就算了 所以這群人真的去做聲援等等 會令官方非常驚訝 到最後他們被無情鎮壓 然後聲援團的每一個人都被捕 然後岳欣失蹤到現在 仍然是音訊全無 當然會令到他們家裡非常擔心 其中一個被釋放的 左翼青年 他們這樣說 直到8月24日 驚醒的清晨 聲援團 就是聲援街市工人 每一位同志都依然堅信 黨中央和國務院收到 並閱讀了聲援團的公開信 堅信社會主義中國 國家政權旗幟鮮明地 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 然而 這一切都在防暴警察 衝入我們駐地那一刻 化為炮影 也將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 社會主義旗幟 施得粉碎 用共產黨用阿毛的說法 就是聲聲之火可以療緣 這八個字 其實就是當年警告 他們認為是腐敗 倒行逆施 對中國的農民和工人 極度剝削的 封卷主義 資本主義 是帝國主義的一個警告 聲聲之火可以療緣 今天對這群左翼青年 無情的鎮壓 其實都是用相同這八個字 他們因為恐懼 聲聲之火可以療緣 於是毫不搜怨地 將他們消滅於盲牙狀態 這也挺可笑的 有人會問 當中國共產黨的老祖宗 在泉下有之 他們的繼承者 被今天的當權派 毫無孤寂地 他們手無寸鐵 年輕 沒有力量 毫無孤寂地 將他們打在地上 坐下一腳 然後人都失蹤 他們今天所受到的遭遇 和當年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 要走向地下 受國民黨 受帝國主義 四周追捕的情況 其實是何其相似 歷史 不會簡單重複 但是這次讓我們看到 這種相似 意味著 接著下去 會發生什麼事 深藉口快兩周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網址就可以看到 或者你用PayPal 繼續付款給我 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數給我 用Payme匯豐銀行 93315439 都可以轉數 或者你用八達通的好易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也可以 你可以寫支票 畫線的 寫這個名字 寄到這個地址 我都可以收到 你用我的銀行戶口號碼 也可以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兩周年 Lf